這個地方有一個例子 尤其是這個Range 那最常有同學問到說 老師為什麼你上面這個地方 都用Sales 有沒有像這個 這個地方有沒有都用Sales 這個地方都用Sales 那為什麼你底下這個地方用Range 實際上很簡單 我的習慣是 上面的部分為什麼要用Sales 因為如果你今天用那個Range 因為Range裡面 大部分 第一個它是一個範圍 第二個的話它裡面的敘述 通常 是一個文字 OK有沒有像E1這個就一個文字 那你看那個Sales的敘述的方式的話 它這裡面兩個都可以用什麼 用數字 那主要是配合什麼 配合For回圈 有沒有發現 For I等於什麼 哪一個到哪一個 它這個產生的是數字 所以如果你今天用Range的話 有沒有 這樣就很麻煩 有沒有 你後面那個數字要怎麼辦 你要再串接 那程式相對的就沒有像那個 用Sales來的便利 你想說老師那剛剛這個地方 我是不是可以用那個Sales 當然沒問題 你如果要寫成Sales 可以啊 但你要怎麼寫 你要寫成這樣 Sa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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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刮補 對不對 E1的話怎麼寫 1 0.1 這樣子 可以啊 結果一不一樣 一模一樣啊 只是說 如果讓你寫的話 你會用剛剛 的寫法 Range 寫呢 還是用這個寫 當然應該用Range比較簡單吧 所以啊 如果你那個位置 只是單單指的是某一個位置 那你用Range來敘述就好了 但是如果你那個敘述是在回圈裡面 它那個數字是會變動的 那你建議你用Sales寫 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另外還有一個地方 就是說 像我們剛剛有個清除 對 那清除的話我們是 從哪裡呢 從這裡 一個一個清 那你會發現喔 如果清除寫成這樣的話 它有個缺點 你會發現它一直在閃動 一直說它是清這個清這個清這個 那已經很快了 不過還好是因為我們現在電腦都很快 那如果你電腦不夠快的話 你會發現 慢動作 Slow Motion 然後呢 越清越慢 而且如果你那個範圍越大的時候 你會真的清到 好久 為什麼還沒有清完 老師你這個 所以這個時候的話 你就有必要把這個敘述怎麼樣 改成Range來敘述 如果用Range來敘述的話 它只需要一秒 不到一秒鐘 瞬間完成 為什麼因為第一個選範圍 第二個Delete而已 那只是說呢 如何把這個改成Range 所以特別是 Sales指的是一個儲存格 Range可以是一個儲存格 也可以是一個連續的範圍 所以我們這個寫法 如果要改的話 我建議 請你把上面的註解 註解的話就是前面加單引號 可是因為這有四行 所以我習慣會把 上面有個工具列叫出來 按右鍵有沒有 這邊上面按右鍵編輯 它這邊多一個工具列 這個工具列可以把你選取的這四行 全部變成註解 如果你要恢復的話 就再把它 還原 有沒有 這個還蠻好用的 好 寫的話 你就可以怎麼寫 第一個 Range的話 如果這個改成Range的話 Range 你可以從哪一個 從哪一個開始 從 E 1 對不對 冒號 到F的什麼 F的 最後面那一個 那個的話 其實就是最下面列 就是從這個到F的最下面列 但是最下面列那個 我不知道 可能是什麼 3127 還是多少 對不對 可是那個數字 假如說是會變動的話 那我們可以怎麼做呢 可以把它後面再控一格 AND 串接什麼呢 就這個 向下追蹤的這個 把這個 放在這裡 就是 F後面這個 我不知道那一列是哪一列啊 那你可以把那個 向下追蹤到的那一列 比如說得到什麼 3127 然後就把3127 加一個AND 他就跟 F串在一起 然後呢 後面加上一個什麼 等於 空的 好像這樣寫可以 或者是我比較常寫這樣 點什麼 點 CLEAR CLEAR CONTENTS CLEAR是清除全部啦 那如果你有表格框線的話 他也會清掉 所以如果你不想要清 假設你要清除資料的話 那你就記得用什麼 CLEAR不是COMMON COMMON是註結 CONTENTS這個 CLEAR CONTENTS 那就選這一個 好 這樣子的話呢 也就是說 上面這個寫法 是一個一個清除 下面的寫法是什麼 是整個全部清除 那我們來看一下差異有多大 比如說我這個地方 把他再執行一下 OK 這個出 然後這邊的話呢 執行 完蛋 應該是12才對 多到1萬 沒關係啦 反正就是 再讓他跑 跑這兩個 沒關係啦 就是區 跟那個 路接道 所以程式寫錯了 這個可能就要自己 把他搬過去就好了 這沒關係 OK 知道意思就可以了 所以有時候 範圍大概界定OK 那 CLEAR CONTENT向下 看一下 對 沒錯 下面也就不見了 那你會發現 最大差別是說 他基本上 不太會有 那個 就是 太多的delay 像剛剛會delay一下 現在執行的話 他馬上就消失了 OK 有沒有 他幾乎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感覺 你們可以再找多一點資料 如果資料越多的話 那感覺越明顯 像這個的話 這個把它執行 他其實也是一個一個丟啦 這個是清楚 有沒有 大概要1秒2秒 如果你用這個的話 幾乎是瞬間 OK 所以請各位 試試看 把這邊做一個 修改一下 然後我把重點再說明一下 第一個的話 就是 剛剛這個地方 其實是可以 改成用那個 Sales沒有問題 你也可以試改改看 只是說這邊 我還是建議 如果不是跑回圈的話 可以用Range 第二個的話 就是 請你把這個上面 慢慢習慣這邊上面 VPA環境這邊按右鍵有沒有 它會出現一個編輯工具列 請你把這個編輯 它原來會浮在上面 你就把它放在這裡 放在這裡 然後呢 就把它註解掉 然後寫這一行 這個 OK 畫面呢 再 還給各位一下 我待會也會把這一行貼到那個 清除下方 如果的話呢 各位可以發現 如果用公式輸出的話 你會發現它大概要跑個 兩秒鐘左右 清除的話呢 也要跑個 1、2、3 3秒鐘 OK 如果你是用 用純VPA寫的話 大概不到1秒鐘 所以效率比起來的話 似乎用那個 不是輸出公式的會快一些些 那如果清除的話 剛剛清除要3秒鐘 現在清除的話呢 完全不到 1秒鐘 可能大概 就瞬間就完成了 OK 所以呢 當然以後你要寫的話 比較推薦 你就是 用什麼方式呢 用這個清除的方式寫 所以今天的話主要 當然 所以我們其實今天的 做法 當然就是第一個 先 把這個公式先做出來 有沒有 然後呢 再利用什麼 所以利用這個公式 把它 做VBA輸出 然後在 這個清除是同步的 然後呢 為了要提高效率 我們可以把 這個輸出呢 改成什麼 改成就是 那個 VBA的邏輯判斷 就是我們今天講的 這一段程式 所以喔 特別是回去的話 請各位盡量 有時間的話 可以把 這一段程式 重新再寫過一遍看看 然後最後的話呢 就是 我們會多增加一個清除啦 所以我把剛剛的清除分成0 一個是清除是用這個方式清的 一個是 用Range的方式清除 清除當然你可以用的 後面加點 ClearContents 或者是 另外一個寫法 我發現這樣的寫應該大家也不要可以接受 等於什麼 等於清除 這樣也可以 兩個方法都可以啦 我剛剛試過 這個方法好像也蠻好記的 順便跟各位講一下 那今天的話大概 畫面先還給各位 也可以等於 兩個這個 這個雙引號 就 完成 那回去的話 我建議各位就是說 可以 再看一下那個除了住宅切到案件的部分之外 看看能不能還有別的 比如說我剛剛講說按照那個什麼 發生的年 是不是說 這個 最近幾年的切到案件越來越少 還是越來越多 OK 然後呢 是 增多或 增加減少是不是有沒有什麼 哪一個月份切到案件最多 或者是說呢除了住宅切到案件之外 可以再找找看 像什麼機車 汽車 自行車 這些相關跟一般人 有關係的這種切到案件 有沒有 這個可以 再把它試做看吧 然後也配合我們今天最後講到下載 網路資料 你也可以改一下 把那個貼 貼一下 你就可以把資料全部給下載下來 也可以順便 做一個在VBA裡面做一些簡單的爬蟲 OK那把這些做一個結合吧 當然如果你 還有其他的興趣 你順便可以在 那個 這個台北市政府也好 或者是開放資料在 中央政府 甚至如果你是 像有些同學好像有些同學是 駐新北市 你也可以找新北市 也有類似相關的資料 也可以 拿來做練習 反正有時間 你多多練習 練久了這些東西 我想你慢慢就會 越來越熟練 那如果你要把VBA學好 最重要還是 多練習 第一個 一定不能做錯 第二個 要熟練 OK 所以這個可能還是 需要花一點時間 那有一些動作可能我做的會比較快一些些 所以如果一些細節 假如你一下子沒有辦法馬上跟上的話 沒關係回去 再把那個影片部分再看過 那相關的程式 我會把它放在雲端上面 所以 如果還是有問題的話 歡迎你可以在 看那個影片下方留言或怎麼樣 上課的時候可以再提出來 OK